叫乾淨啊 嗯?好喝 是妳媽媽妳知道 我要給她拿高筆 給我媽媽的筆 唉唉 臭小的 妳幹嘛要噴妳媽媽啊 妳是不是要毀我兒子 妳趕緊的 我跟妳們鼓鼓啊 請幫我衛衣裙 衛衣裙 衛衣裙 OK 各位 這個是我新的一個攝影燈 這燈呢我其實考慮買它已經有一年多了 但後來一直沒有買 然後現在就買了 因為這邊實在是沒燈 我現在在中國有一個 加拿大有一個 洛杉磯有一個 這是聖地亞哥的燈 而是女孩子特別喜歡的 環形燈 哎喲天哪有點複雜呀 東西有點多 OK 各位 現在看到的就是 搭了這個燈以後的我的樣子 以前呢 跟友藏老師在這個加拿大試過 一死他的燈 應該是一個牌子 他當時呢把這個手機呢 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現在我是沒有放手機的 是不是看起來更加好一點 各位觀眾 在我手中呢 這個是來自於 Porsche Design 還是什麼寶石捷的 定製的 這一款呢 是我自己用的 同時呢 我也推薦給Race用 因為它呢 即將告別美國回國 所以這4TB的硬盤呢 將會存儲它之後 在國內的所有的 Blog視頻 不然來哭了是嗎 在我回來之前呢 就是 可能沒趕上 他們一家人呢 還算是一家人啊 對啊 然後跟Brand一塊喝酒 喝了Brand 大哭一場 因為他已經把你當家裡人了 其實我也把你當家裡人 然後 這次應該是 你來到美國之後 這麼長時間以來 第一次回去 你準備回去多久 為什麼要回去 我現在也不知道我要回去多久 因為我媽年紀也比較大 然後我爸也剛去死 所以回去就陪陪他吧 就主要就是還是陪家裡人 度過一段時光 有沒有什麼就是 除了陪家裡人以外 有沒有什麼計劃 就比如說拍點什麼呀 或者幹點什麼 關鍵事 現在我就不知道 我在國內拍那個東西 我怎麼傳到YouTube上 然後我在國內也沒開頻道 不知道拍什麼 我現在沒想好 然後在美國拍這些頻道 拍著跟當你學這些東西 是因為自己覺得 跟國內有很多東西不太一樣 然後你會感受到 有時候你感受到一些溫暖 或者感動你人心的一些東西 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但是到國內吧 可能那種環境大家都熟悉 所以拍不拍分不分享 大家可能自己心裡面 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那個真的還是不是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拍的 因為你現在拍的視頻呢 就是講述一下自己在美國這邊的生活 還有美國這邊的生活方式 是你以現在的心情 但如果你之後回去的話 你畢竟在美國這麼長時間了 你突然回去 你可能有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需不需要重新適應 然後你可以把那個心理過程拍一拍 但是要避免犯我當時錯誤 就是一回去戴口罩這個 你應該沒問題吧 戴口罩吧 先說再戴口罩 可是戴口罩可能我不會 因為那時候我在國內的時候 待那麼長時間的時候 我戴口罩反而會覺得我氣得出來 我心想那個東西還好一些 這是一個 而且的時候 因為我在這邊 我最初想拍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真的是心裡面感動 感動很多方式的不一樣 就是說人和人之間仇恨不是那麼多 至少的時候你感覺到的時候 比如說他對你那時候蠻善意的 然後那麼耐心 那麼細緻 跟你講解很多東西 然後也不會催你幹什麼 就你也會體會到了 是吧 比如說開個門啊 看看後面有沒有人 然後再次跟你留著門啊這些 你會感受這種東西 跟國內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想把自己自己感受到好的這個東西 然後帶給大家一同來分享那種好的東西 這其實是我一開始拍這個的初衷 然後不是說這個中間你要達到什麼目的 沒有什麼目的 就是想分享 一開始是這樣的 所以你在國內的時候 因為你太熟悉那種環境了 可能每個人那時候 我覺得可能是生活當中的時候 都會有自己感覺到如意 或者是不如意的那些地方 為什麼我想的是 就是把這種好的東西帶給大家分享 就是不同的價值體系的時候 這樣子你來看的時候 就跟我們那個在對比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這些好的東西的時候 原來這一群人生活在這種價值體系裡面 然後這些東西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也是蠻有用的 你說是吧 我覺得好的東西的時候 你人心裡面是嚮往的 那我能不能解讀 其實如果從國內到國外的話 你要適應這邊的環境 是相對來說比較容易的 但如果你適應完這邊 你再回去 就像你剛剛說的 可能好像這邊 好像是某些方面更美好 但是你一回去的話 那你又要接受到曾經那種 你會不會預測一下 你會發生什麼 還有那個心理有沒有一種變化 然後其實我特別想知道 因為我也即將重返中國 預測不預測 我知道那個就是 咱們在那個地方 待的那個環境就是這樣 這種這樣的時候 不是因為就是說人是怎麼樣子 而是因為咱們的時候 整個教育是這個樣子 所以往生理來說 我就不太想說很多東西了 我只是覺得 大家感受到美好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 然後其他人在看我們這個視頻的時候 也來分享到那種美好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當你不如意的時候 你不要帶著那種不如意的眼光 去看這個不如意的這種事情 去挑剔一些事情 你就感受到別人這個視頻當中 傳授一些美的正能量的一些東西 以後這個東西 激利你生活下去的那種勇氣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完全就夠了 何必要去挑那些不足了 就像當初我真的 我特想跟你聊這個事 我當時在國內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我特別佩服了一個人 他然後又寫了個微博 他的微博是怎麼說的 他說首先我告訴你們我不是公資 我當然覺得很神奇 我說你一直就公資 我就把你當成一個像明燈 像燈塔一樣的 我一直尋到你的路 一直在往前面走 你為什麼突然再說你不是公資了 現在我其實才明白 比如說在咱們做視頻的時候 我們肯定是帶著自己的那種眼光 或者自己的經驗來做 是吧 我們肯定不是公資 我又沒有站到很高的那種角度來 我只是分享一些東西 所以有很多人在告訴你 你這個不對那個不對 確實也是不對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要完美 你認為的完美 其實在別人眼中也是不完美的事情 就沒有那麼苛求 就你從別人分享的視頻當中 或者你分享的曾經是我的經驗 我可以的是覺得 你才慢慢體會到 因為你是走到來的路上 我已經前行了這麼一段時間 這個沒有什麼可比性 你說有什麼對跟不對嗎 有什麼完美跟不完美嗎 不能這麼說 這是我的感悟 你現在就沒說 我就特別期待你回國之後 究竟能拍點什麼東西 我到時候一定會關注你 祝你好運 也沒有 其實國內還有很多 比如說吃的呀 交通啊 很多都很便利的 其實前兩天我剛說了這個 兩邊的這個差異 其實你要是看的沒有那麼深 不會說把這個人性放太大的話 其實如果按照生活這個水平來說 其實國內還挺享受的 我剛回來之前 我已經跟那邊人說 我說 挺懷念國內的生活了已經 當時真的一想到國內 有點那種憧憬 有點期待 回國陪到家裡人啊 見見朋友啊 吃點好吃的 然後晚上餓了 下午就買個燒烤什麼的 我覺得那種生活其實挺舒服的 尤其是這種兩邊跑 其實我覺得咱倆都是 不停地在尋找那種 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在一定的時間段內 你應該已經到達高層次了 我還比較在那個陸地上 你已經上山了 就我覺得這個差距是這樣的 可能就過多少年嘛 可能我也就會達到你這種悟性 可能看了就是沒有這麼現實了 但我現在因為還在奮鬥中嘛 所以我要接受點現實 所以我的視頻跟瑞斯的區別在於 他可能會更多講出他的一些心理 還有一些思想上的覺悟 我呢就時不時的覺悟一下 多數時都比較粗俗 也是希望就是跟大家站在一條線上 那你第一天你準備拍什麼 下飛機的一瞬間 其實我今天都把相機包都拿出來 真的我想把相機就裝進去了 然後我會把相機帶回去 但是我真的是覺得我們在國內 沒有什麼拍的 我現在也沒想好 如果這個視頻有幸的時候 就是大家網友有在點評的時候 就希望我在拍什麼 我看看我能夠拍得出來沒有 因為在國內很多時候可能是想躲避些什麼 躲避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這個人其實不太喜歡太熱鬧的東西 也不太喜歡就是大家認可的那些 就是喜歡就是就是經常的時候建立一些聯繫 跟關係很多時候我喜歡近一些 近一些的時候 更多時候我做我的視頻 是我內心裡面分享的一些過程 我可能是這樣 然後就是像剛才你在說的時候 你可能是跟大家站到一起 我跟大家站到不一起 這是兩個概念 是不是 因為你現在畢竟年輕 是吧 你跟我們不一樣 然後我現在就是想尋找一種 內心裡面比較平靜的一些東西 為什麼這次到夏威夷去 覺得夏威夷那個大道特別好 就你的心靈可以放到那個大自然當中 不用考慮那麼多事情 其實像你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其實也蠻辛苦的 蠻挺累的 天奔波來奔波去的 如果作為你的家人 我會覺得很心疼 但是作為像朋友 像那一家其實是鼓勵你 支持你這麼去做 應該鼓勵起碼 做這個事我很喜歡那種事 對 我覺得我知道你從心裡面特別熱愛 就像每天發這麼多這麼多的視頻 比如說那麼多人 評這個無聊那個無聊 實際上每個人生活當中 無聊的時間佔大部分 就是你閃光啊 或者是迸發靈感的那些東西 或者是精彩的東西 只是瞬間而已 我其實跟你分享一些新的 就像這段時間那時候 我看到高小松那時候 又重新再做那個小說了 然後他從那個44歲到現在 說到48歲49歲了 今天49歲 然後他更淡然 他然後處理一些問題 說一些話的時候 更寬容一些 更不較真一些 不較真 不是說他心都沒數 他就是心裡面很有底氣了 然後對很多事情都可以把它忽略掉 我覺得人類史已經達到一種境界了 所以如果有人在挑剔你這樣不對 那樣不對的時候 實際上他自己很糾結 所以在你的視頻當中那時候 比如說有些評論案 你就完全可以不用在乎 你一直做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你應該是做得很好的 就包括有些人在我的視頻當中 留言你的那些東西了 我覺得根本就不屑於過 還有人會猜測我們兩個關係以後會怎麼樣 就是你跟我們這夫妻子的關係會怎麼樣 我說怎麼樣不怎麼樣的時候 這種東西你不能保證它一直好 也不能保證它一直壞 就順其自然而已 就是當到了那麼一天 就是我們彼此不在互相需要的時候 那也沒有什麼 人生這種過程的時候都是風景 就你走這一段的時候 可能這個人在你身邊 你走那一段那個人在你身邊 這很正常 沒有什麼就像夫妻一樣的 就是一開始你山盟海事的時候 到後面還會離婚 就是什麼呢是吧 就是整個人生這很正常 李銀河曾經說過一句話 為什麼現在夫妻會離婚 就是因為活的時間太長 如果只活了30多你剛結婚 然後還沒過過就死掉了 那肯定是就同行一輩子了 那現在一活 這個現代技術那麼好 一活活到80歲90歲 你有這麼多年 腦袋手中一個人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無聊 你會折騰 那真的有什麼不對的呢 你就折騰唄 是吧 反正你違法的時候有法律在管理 你沒有違法的時候 就是內心喜歡跟不喜歡 這個我覺得有起你自己的內心吧 本來這個是採訪你問問你這個 回國之後的打算還要為什麼要回國 你這個現在已經變成反過來 再教導我 再幫我就灌輸一些人生道理 其實我有的時候特別喜歡跟有經歷的人聊 剛才你說這些 我其實已經開始已經就是走到中間了 你說那個什麼評論不在 我是真的已經不是很在乎了 以前真的是說完這兒都疼 現在看看之後沒感覺 有的時候 像高小松一樣是很寬容了已經 已經到了這個境界 我覺得實際上是增長 哇 人是真的完全可以變的 我最近跟高涵 就那邊高涵 他朋友做保險的 還有他老公 他朋友的老公 還有高涵的老婆 然後我們一聊 比如說我們在同時出境的時候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不由自主的總是想維護我一下 朋友發現其實就是彼此之間了解之後 他是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的 然後他會覺得啊 那邊在胡說 他就會什麼欺負打一處來 同時呢他就 朋友之間其實應該是鼓勵和維護和支持的 就是說如果他評的好跟不好 就是特別不好的那時候 有時候你看起來其實也蠻傷心的 但是你覺得評的也不是真實的自己 其實有時候誇你好的時候也不是真實的你自己 有時候誇太好了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堅持你認心自己就ok了 就像我有時候看這個上面一樣的 我有時候看起來那種很鼓勵的那種啊 我覺得那種馬懷的那種鬥子 看到那種不好的 我一直也是有點不高興 但是反過來一想的時候 可能在別人的經歷當中 或者他認識當中 你也就是這樣了 其實也沒事 你又不活在別人眼中 你就活在自己的心中 我現在慢慢的時候就很傻脫了 然後昨天的時候 我這上面有個人留言更好玩 我現在那個那個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下午一支視頻 就是我的一個夢 我要把它編完了 我才能回去啊 對 所以我每天都發 每天都發 因為我要不這麼抓緊發的時候 我根本就發不完 就是萬一回去啊 藏不上來了 對 昨天終於發完了那時候 然後有個人過來留言那時候啊 看了這個地方留言不會被淹 因為就幾個人看一夜幾個人留言嘛 其實我倒對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太那個 反而是滿足我一個夢想的 因為滿足我這個夢想 我終於把它發完了 因為我覺得這段經歷對我特別好 可能對於別人那時候就是一個生活常態 對於我 他就真的是一個留在心中的那個風景 所以我把它做完了 就完全我自己一個心願 說了好像你都快封鏡了 不拍了 你說都不想帶回去了 是吧 所以我也知道你那種顧慮 就是帶回去拿著行李 你說想拍吧 不知道拍什麼 你很可能也不拍了 是吧 你一拍你又不想把那種 可能你心中覺得那個不是 特別想拿在鏡頭裡面去展現 而且就是像你說的 每個人都司空見慣 他都知道也不用說你拍了 他明天能看到這個事兒 但我覺得其實你要是 就是細心一點還是從 還是可以從沒有生活中發現一些 比較閃光的地方 還是可以拍下來 就帶回去了 千萬不要帶回去 我帶回去我是收了 哎呀挺好 晚上來聊一下 明天幾點飛機 下午1點 9點我都在走 因為當時趴那個路上堵車 或者是用什麼羞辱完了一些 其實也蠻感謝你啊 怎麼擺呢 你看現在十點過 沒有沒有 從那個地方開過來 你這次過來的時候 我見到你就沒幾回 哦 對哦 我這就來了好像是 9月18號就過去了 是吧 因為高涵來了一個朋友 他朋友在那住了一月了 我是經歷他來 然後經歷他走 他走了嗎 你明天走 他們後天走 然後接下來就跟我走 我覺得就是 哎挺有意思的 你知道嗎 好像就是這個故事告一段落了 認識人熟悉人 挨個兒都走了 然後我就覺得 該回去休息一陣 然後再來了 挺有意思 我覺得這個冥冥之中 因為當時我也不知道你多少走 但是我當時也計劃這個時候走 我相信這種就是你心裡面有什麼想 然後很多東西的時候 馬上就能滿足你了 就很自然發生 嗯 就像認識你一樣的也是偶然 然後遇到的也就是必然 挺有意思 嗯 咱們那是多久啊 半年了吧 半年多了吧 半年多了 嗯 差不多 對 才剛剛開始 才剛剛開始 短期像什麼樣還會想你 希望你想我 你把我忘記了才真是 國內哪個城市說吧 廣州 去吧 據說廣州很暖和 如果我在國內的時候 天津太冷受不了 我就 飛到廣州 各位請期待啊 這瑞斯的頻道 同時還有我的頻道 都將會涉及到廣州的一些事情 對吧 希望 我應該有 我應該有 希望你不要嫌棄廣州太小了 開玩笑 那邊盧家 盧家盧管多少錢 一晚上 總之呢 今天非常開心 我能夠即時趕回來 然後 跟瑞斯最後 就今年吧 應該今年 面對面再聊幾天 然後 本來說主題是 聊聊他 國內國外 就是這種 心理上的這種準備 可是他好像是最後就拐到我身上了 就是 希望大家呢 以後還是期待我們未來的故事 究竟會發生什麼 我們也不清楚 但是 還是很有信心會 展示給大家 同時呢 給自己帶來一些美好的回憶 同時 也希望 以後我們在哪個城市 大家如果願意跟我們交朋友 給我們發個私信 說見個面吃個飯 我們非常開心的 會跟你們去見個面的 假如以後 說你們誰要去夏威去旅遊 以後啊 瑞斯很有可能就 是吧 確定了 是吧 住在火山旁邊 住在火山旁邊 辦個農場 給你們做個農家樂 你們可以隨時去找他 然後 也希望以後 我們可以通過這個視頻 跟大家交朋友 我們其實沒什麼多大野心 就活得開心 就差不多了 是吧 對 我們不是爭強好鬥的人 發現了生活當中一點點那種溫暖的東西 你就讓它放大一點 不要發現一些不高興的東西 讓它放大 放大溫暖 對 咱們發現以後 咱就藏心裡 然後好的就分享出去 你這次倒是讓我挺感動的 陪同人家這時候給他當司機 然後帶著別人到處玩 我以前想到你不會做這種事 因為小孩跟我現在可親了 是吧 跟他爸都不戴著了 我以前覺得你不會做這種事 沒有 所以我這次發現不一樣的你 確實是讓我刮目相看 是吧 其實就是一個很 心很好的人 對吧 對 你這麼說 他媽媽還問我說 那天吃飯的時候也特別感謝我 還給我敬酒 不是敬酒 我說敬飲料 他說我特別喜歡你 他說我特別感謝你 因為我第一次見有人願意跟我孩子 玩這麼長時間 還不嫌我兒子煩的 就我們家的男人是吧 我 哦 我以為你談那次就正好 談到他那天在這裡那一晚上 然後可是又帶著他們去公園玩 那那麼 沒有沒有就是我們這幾天 因為他孩子其實挺鬧騰的 然後他們倆就覺得 會覺得我會嫌他煩 其實完全沒有 因為我現在特別理解小孩 因為我會站他的角度想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那樣 因為當時我就是 扯太遠了 我扯太遠了 我是覺得是什麼 你現在已經當早做爸爸的準備了 我覺得真的是 就是人就會成長 不管你準備好不準備好 你都會有這種 什麼本能嗎 是吧 我覺得是有一種本能的 其實 但是就是說你每個年齡段 你那種 就是說像我說的那種 就是跟打開自己 更寬容一些 如果你更小一些的時候 那小孩很吵 你會很晚 你看現在的時候 看到小孩吵的時候 就覺得很喜歡 真的我見到小孩 就真的好喜歡 真的 啥不說了 你回去開展你的中國新片 我也就回去尋找一下 我未來人生的下半篇了 是時候 早點結婚 對 所以期待我們的vlog 在這邊 定著教堂 然後我就跟你拍 想舉辦一個教堂式的婚禮 應該 我覺得很盛景 就這麼招了 然後今天呢 還有什麼要說呢 跟大我說上去 米奇的觀眾 米奇的粉絲 感謝你們也跑到我的頻道來 我的頻道 現在人越來越少了 可能就是我發的自己的東西 比較多 心理的東西比較多 我覺得很精彩的東西 可能大家覺得不精彩 但是也沒有辦法 以後會精彩 但是也沒有辦法 對 曾經最早的時候 有朋友建議我去撐撐熱點啊 然後做些那些東西 好很多時候 可能跟我性格有關係 我就是做我心裡面 喜歡做的那些東西 一樣的 都一樣的 真的是這樣 但是也是非常感謝 感謝你啊 感謝你的那些粉絲過來 然後支持我 去找我的時候 一直排到現在 而乾淨始終 我記得有個人來說 你看 把米奇所有的風格都學過來了 就是像什麼 就是每天都畫一集 每天都畫一集的那種 你有時候每天發兩集 每天發三集嗎 我不能落後於你 我搞得 清除玉蘭 我怎麼讓你是玉蘭 搞得我這麼大年紀 還跟當他那時候 一直往前面 所以我覺得生活當中 那時候大家 其實你有點目標 有點希望 一直往前面努力 你然後這個過程 其實你也不覺得辛苦 真是還蠻想受的 大家都有一些小目標 到後面 就經過一段時間 然後到城 哎呀好開心啊 其實我覺得旅行挺辛苦的 尤其是這幾天 哎呀我這腰痠背痛 都不知道幹了點啥 就挺累的 好啦啥不說 時間可能因為越來越晚 希望今天的視頻 能夠讓大家伙更了解我們倆 同時呢 希望呢就是 希望大家都感受到更溫暖一些 更開心一些 這就是我 和你的願望吧 我代表你了 你的願望 彼此願望 好啦 不是成話短說 當話不說了 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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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